大家好,我是雅美 好久没有见到大家了 确实工作以后呢 这个视频的更新 真的是跟不上套了 其实这期节目也是我早就准备好的 但是就一直没有去执行 那正好借着赶紧放假呢 我想今天还是把这个作业 一定赶紧完成 今天呢 其实想聊的话题就是 也是粉丝一直都很关心 也一直都是在问我的一个问题 因为大多数移民啊 其实都是为了孩子 为了教育 那我们呢 也不例外嘛 正如去年呢 从萨省搬家到这个温哥华 也是奔着这个 就是温哥华的这个整体的教育 水平要比萨省要高很多 那一年过去了 而且呢 现在两个孩子呢 也都在新的这个学期呢 已经都一个多月了 所以我今天呢 也是想和大家聊聊呢 就是我眼中 就是我体会到的 温哥华的这个公立教育环境 时间呢 过得确实很快 呃 米宝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才一岁多 呃 哥哥来加拿大的时候呢 正好是赶上上一年级 一年级的下学期 因为我们的第一站是在萨省 所以呢 萨省可以说是整个加拿大的教育 水平相对比较低的 因为哥哥从 在萨省的时候 是从一年级 一直上到了六年级 呃 他是去年到温哥华的时候 是上七年级 所以呢 也确实体会了一下 这个两个省的这个小学阶段 那个教育的一个区别 首先呢 想给大家展示一个 米宝的一个东西 呃 这就是米宝每周的总模 会带回来一个文件夹 上面写着他的那个名字 呃 打开之后呢 这个就是 现在米宝二年级阶段的时候 呃 每周会留下的这个作业 也就是说孩子呢 不是每天有作业 但是他是到周末的时候 老师会留一份呃 作业 让他在周末完成 这个作业呢 他会有这个就是单词 类似于单词 还有填控 还会有像数学 数学方面的 一些作业 另外这是呃 阅读 阅读理解 然后这还有数学方面的 然后最后一页呢 就是呃 写一篇那个 类似于像我们说的作文 不要求他们写太多 给一个主题 就好了 呃 刚才给大家看呢 是上周留下了 然后这周呢 又有一个新的作业 就是每到周都会给孩子 留留几页 这样的一个作业 内容还是挺丰富的 有这些 他们一周应该是学过东西 做了一些呃 复习 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个区别 就是嗯 在萨省 我很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 莱卡一年级基本上 一直到 呃 五年级吧 呃 都是没有 家庭作业的 呃 然后一问他呢 他就说在学校的完成了 那从 因为五年级就遇到了这个 疫情了 所以五年级的下学期开始 就转变成这个呃 线上的这个学习 那线上学习呢 就会给他们一些呃 留下的一些作业呃 需要完成 从五年级到六年级 六年级就是纯的网课 呃 就就是 立马能感觉到这个作业量 就起来了 那 米宝呢 是从去年呃 开始在温哥华上小学阶段 那么一年级呢 确实是没有任何 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作业的 但是因为呢 他要参加语言的这个学习班 呃 就英文提高 所以会有一个阅读 这样的一个作业 拿回家来 那从二年级开始 我就会发现一个变化了 那他们就开始 有这样的一种 周末的家庭作业 刚才呢 给大家看了一下 米宝的这个家庭作业 呃 我记得很清楚 在去年 刚搬到这边的时候呢 呃 莱卡就是由六年级的网课 然后过渡到这边的七年级 七年级上了之后呢 嗯 他比较开心呢 就是一点 就是因为他来加拿大早 一年级就来了 所以他的这个语言基础非常好 所以他当时就是呃 作为一个就是老师要求的一个小志愿者吧 然后帮助刚刚进入加拿大 刚搬到这边的呃 中国孩子呃 跟同学之间交流的比较密切吧 所以他的数学呢就是提高的也比较快 呃 到了第二学期毕业之前呢 他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 然后包括现在这个阶段呢 他也跟我讲呃 都挺开心 啊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 如果嗯 大家可以能够及早的带着孩子到这个多罗多地区啊 或者是大温地区 这个教育资源比较好的城市 对孩子的这个学习帮助啊 还是比较大的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这边在小学阶段呢 是没有课本的 啊 这也是在最开始我来到加拿大之后呢 比较就是惊讶或诧异的 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国内嘛 对吧 从小学阶段的课本 一年级二年级六年级 我记得当时我们还背了到五年级的这个语文的这个语文课本 为了给两个孩子能够不间断的进行这个就是中文的教育 但到这边之后发现 嗯 他们没有课本 也没有什么像我们说的什么作业本 然后基本上就是老师会让你们给一个单子 然后到这个沃尔玛超市去采购这个文具 或者是一些就是 业纸的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作业本了 然后还有之前就是我给大家展示的 米宝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夹 也是他们通常采用的 那也就是说老师会 就是打印一些这种客作业 然后给到同学在课堂上完成或者在家里完成 我觉得这倒是也一种环保吧 但是肯定是是会有对于我们在国内接受国内教育的这样的人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另外我觉得温哥华公立小学阶段呢 学生的比例不是特别的高 可能也许有很多的学生都去了私立学校 尤其是在我们现在住的温西 我发现上公立学校的学生要比上私立学校的学生要少 那这样的话呢 米宝这个班的他们的学生呢 也就是在20人不到 而且呢 他们还是一二年级合班 米宝去年呢 是也是合班 就是米宝去年一年级 他跟二年级合班 然后今年呢 他是二年级和一年级合班 一名老师 还有一名呢 就是就是助教吧 所以我觉得老师的就是对学生呢 比例呢 就相对好一些 毕竟学生少嘛 所以老师可能对于学生的关注度呢 就给的就更多一些 另外我觉得这边呢 公立学校的这个氛围吧 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 首先米宝的这个学校呢 因为他的这个位置不错 旁边就是一个原始大森林 所以经常老师会带着孩子们呢 就到森林里去了解大自然了 所以经常会听到米宝就告诉说 妈妈我们今天又看到了什么什么样颜色的蘑菇 又看到了什么颜色的蝴蝶 给我就讲了很多 他看到这种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基本小学期段 其实都是尤其在第一年级 都是以玩为主 而且就是基本每天让他们 能够大量的时间去接触大自然 然后晒太阳 然后增加体能 而且他们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操场 所以经常也会搞一些 就是运动的一些活动 那中午有的时候 米宝还会报名参加这个足球课呀 刚才呢给大家简单的讲了讲 就是我眼中的我看到的温哥华的公立小学的教育的这样一个氛围 如果你不是一个有着私校情节的父母 其实当你来加拿大之后 到了这个大城市 选择公立的小学呢 其实不用特别的纠结 你只要看看他未来对的这个公立的中学 是不是很出色的 像我们现在在的温西 那米宝的这个小学 他对的就是罗宾 这边温哥华温西最好的公立的这个高中 只要你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 其实小学阶段呢 我觉得都不用特别的这种焦虑 就是让孩子享受他的这个快乐的这个小学阶段 而且这边的家长呢 其实也非常注重这个课下的这种学习吧 那我们现在不是也给米宝 因为学习生活简单了 轻松了 所以给米宝也报了一些 像滑冰课 钢琴课 中文课等等这些 我觉得怎么讲呢 就是希望他们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移民来这边 由于时间的原因呢 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今天给大家聊聊米宝的这个小学阶段 那想下次呢 还有机会给大家再聊聊哥哥的这个中学阶段 尤其他上的这个温哥华最好的公立中学 Lobby 还是那句话 雅美愿意带着大家触摸真实的加拿大 如果大家想了解关于加拿大方面的信息呢 都可以私信留言给我 那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姐姐你觉得这个好看不好看这花 真的很漂亮 这么大度 你比这个花更好看 小姑娘的嘴可真甜啊 今年那个是暖冬 是暖秋 这都到10月这个快中旬了 还22度 所以这个花也是很怒放